在辈子睡觉了 我选红色的床 我躺 我选黄色的床 我躺 我选紫色的床 乐乐 我想选紫色的床 为什么 我的衣服就是紫色的 这个床和我衣服的颜色一样 我们换换吧 那好吧 我选绿色的床 我躺 紫色的床是我的了 大家选好床块睡觉吧 不许做其他事 放心吧 涛子老师 我们会乖乖睡觉的 那我就关灯离开了 我把手机藏在了紫色的床上 还好我和乐乐换了过来 否则我就不能玩手机了 是谁在玩手机 涛子老师 没有人在玩手机啊 我看到窗口有亮光 一定有人玩手机 让我来看看 美美的被子我先 涛子老师 我真的没有玩手机 宁宁的被子我先 老师 我被子里什么也没有 乐乐的被子我先 乐乐 竟然是你把手机带到了学校 涛子老师 这不是我的手机 还好我提前把手机 放在了乐乐的床上 老师没认出来是我的手机 乐乐玩手机还不承认 罚乐乐会教室 写一千次的检讨 我也太倒霉了吧 手机我没收了 你们接着睡觉 老师终于走了 辣条我吃 辣条真好吃 好大一股辣条味 谁没有睡觉再吃辣条 不是我 也不是我 宁宁 是你吗 当然不是我了 宁宁 你说谎 你在说话时 嘴巴上还有辣椒 就是你吃辣条 好吧 我床上是我吃了辣条 桃子老师 我错了 罚你和乐乐一样 回教室写一千字解讨 我现在就去 妹妹大龙 只剩下你们两个了 一定要好好睡觉 妹妹 要不要玩乐狗游戏 宁宁和乐乐都被罚了 大龙 我们还是好好睡觉吧 大龙和妹妹想要睡觉 我偏偏要搞破坏 我要在大龙床上放游戏机 我再往妹妹床上放零食包装袋 这下看你们还怎么办 妹妹大龙 你们昨晚不好好睡觉 我要罚你们 老师 我们昨天好好睡觉 没做其他事 这些零食袋子和游戏机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知道 桃子老师 我们是被冤枉的 那我们来用魔法看看 昨晚都发生了什么吧 原来这一切都是牛牛搞的鬼 看我用魔法把牛牛带过来 牛牛 你竟然故意把零食包装袋放到我的床上 你太过分了 你还冤枉我玩游戏机 牛牛做坏事 罚你写五千字的检讨 我知道错了 大龙把手机藏到乐乐床上 不仅要写一千字的检讨 还要和乐乐道歉 我知道了 小朋友们 睡觉的时候玩手机和吃东西 都是很不好的习惯 你们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你们不要像大龙牛牛那样 也不要像牛牛那样做坏事 我们下期再见